首先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戴德金分化 这个怎么断句 应该戴德金是一个人 对不对 分化 分化是什么鬼 那么先来定义什么是分化 分化是什么呢 很简单 分化 就是 如果你有一个集合 当然我们说数学上集合是抽象集合 可以是数 可以是其他东西 比如说 你有 几种几颗星星 这是一个集合 是有五个元素的一个集合 接下来呢 你把它分成两个子集 A和B 我们把整个全集 比如说叫做 叫做K OK 全集K就是五个星星 那么你把它分成 AB两个子集 使得A 并上B 刚好等于你的全集K 且 A 交上B 刚好等于空集 OK 意思就是说 你 不重合 也不漏的 把原来那个全集K 切成两半 OK 就这么个意思 很简单 那么这就叫一个分化 那大家会讲的 那我也知道什么是分化 我有一个笔记本 然后把它 摆成屏幕和键盘 这就是一个分化 我有一个笔 它断成 左半部分右半部分 就是一个分化 或者是 那个 一群幼儿人的小孩 然后呢 我说好 熊孩子都出来 非熊孩子 留下来 那么也是完成一个分化 OK 当然 熊孩子是一个不好的例子 因为熊孩子是没有严格定义的 在数学里面 一切东西都要有非常严格的定义才行 但是分化的定义是严格的 因为就是 我们写了这两条 OK 那么有了分化这个概念 戴德经提出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想法 OK 它用分化来 在 有理数 这样的原料的基础之上 构造出了 整个 实数体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戴德经是 如何完成这样的一种分化的 戴德经分化 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OK 首先你要有 分化的材料 对不对 你一个面包 掰成两块 那你的 原来的拳击是一个面包 那先要先确定 什么是拳击K 那戴德经分化 定义的是这样的 首先 我把 整个 刚才说的 有理数 或者说Q 作为 拳击 OK 你先要有原料 然后再来做分化 对不对 你要把它一刀两段 你先要 你先要认清你的刀是落在什么地方 好 那我把拳击Q 作为一个 分化 当然 不好意思 最好还是 写在上面 这样写会好一点 好 你有拳击Q 然后呢 你把它分成两个子击 将拳击Q 分为 A B 两个集合 那么这就是一个分化 使得 使得我们用ST 作为一个简写 OK Such that ST 使得 A叫B 等于全体的 优理数 且A并B 为空级 并且任意的 A中的元素 小A 以及任意的B 这个集合中的 元素小B 都有 A小于B 这样的一个 大小关系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首先要 牢记 我们目前还没有实数 那么是不允许 画出一个十轴的 虽然说不允许 但我为了 画图方便 反正以后你也有十轴 对不对 我们先画一个十轴 但是请记住 这时候的原料 仅仅是 全体的 优理数 当然优理数非常密 我也只能 大概的描述一下 OK 好 这不是等分 因为优理数 它不存在一个周期 好 优理数很密 那么这时候呢 我把全体的 大家可以看到 竖线的点 分成 两个集合 而且呢 这两个集合之间 要有大小关系 就是 大A这个集合中的 所有元素 都比大B这个集合小 因此呢 其实 你所说的分化 并不是简单的 分成两个子集 而且是 而是一刀 很干净的 在某个地方 把它定位分明的 切成两半 而且这一刀 切下去以后 左边的 所有的 有理数 叫做A 右边的所有的 有理数 叫做B 也只有这样切 才能使得 任意A中的元素 小A和 大B 这个集合中的元素 小B 都会有 大小关系 对不对 如果不是这样切的话 就并不能够保证 这样的一个 完全的一个大小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把 全体的单数 和全体的双数 当作是两个集合 来拆分 全体的整数的话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中间并没有 大小关系 OK 而一旦有 大小关系的话 其实中间一定是 有一道 近位分明的切割 那么这个切割 或者说这个 切割的落点的位置 其实呢 就给出了一个 分化 好吗 那到目前为止 完全OK同学 请留言 O OK 表示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 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马上要开始 实数的构建 好 到现在为止 完全没有问题的同学 请留言 O 好 看来大家都很OK 那我们继续 首先 这就是 代德金分化 它的分化是有一定规律的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实数的定义 来了 实数定义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有有理数 对不对 而且又被分成 AB两个集合 它们之间还有大小关系 那么接下来 AB这两个集合 我们就可以 具体的去问 A是什么样的集合 它有什么样的性质 B是什么样的集合 有什么样的性质 随着我们 这样的分化的不同 会产生 不一样的内容 那么实数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所说的分化 能分出几个种类 其实一共就只有三个种类 OK不服你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实数定义 我打算写在这个框里面 但是这个框是随着分化而定的 我们一共有三类 请大家看一下 第一类 我们还是看分化 刚才这个AB的线 这边一刀 红色的一刀切下来 实数定义 我们这一刀 切出来左边的这个集合 叫做A 然后呢 这时候你会问 A中有没有最大的元素 OK 所以我们可以分成几类 第一 A中存在最大值 A中存在最大值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这一个 你这一刀 切到的这个A 其实可能刚好切到10这个数 OK最大值是10 假设刚好切到10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B 有没有可能 把10给加进去 不可能 因为AB之间没有重合 对不对 A和B之间的交是空几 好 那也就是说 A切到10的话 10是它最大值 那么B肯定不包含10 但是所有比10大的有理数都在B里面 可是呢 所有比10大的有理数你能说出它的最小值吗 OK 比10大的有理数 10.01是比10大有理数在B里面 那10.001也在B里面 那10.001也在B里面 那这一系列的有理数都在B里面 但是你永远是没有办法把它给穷举干净 因此呢 A中存在最大值的时候 B中 一定是不存在最小值 大家应该能想清楚这个关系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A中如果有最大值 那么那个最大值就不在B中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 在B中找一个无限接近于 A中最大值的那个数据贴近它 但是你永远贴不到它 为什么贴不到 因为10并不在B里面 好 那么 这个关系 相信大家已经琢磨清楚了 那我们这是一种情况 对不对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这是由分化产生AB的集合的性质 那只有这种可能性吗 当然不是啊 还有一种是什么 就是B中有最小值 你这个 整个B的集合 OK 3.7 3.6 3.5都在 那切到某一个具体的 如果有一个最小值的话 比如说切到5.5 切到5.5 按照跟刚才一样的想法 那么 这5.5就不可能在A之中 OK 那么相应的 我们就可以 写出这个时候 A中不存在最大值 这两种关系是互次的 之前是切来联系 OK 对吗 那么这也是一种情况 这是一种分化的性质 那么 1和2 有没有可能同时发生 不可能 OK 如果B中有最小值的话 那就 不会再有 B中不存在最小值 好 那么这是两种 不同的情况 那么大家想一想 当我一刀切下去的时候 把全体实数 全体有理数 结成两段 是不是一定只有1和2 这两种情况呢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这一刀切下去 假设我被剧透过 未来会有实数 那么假设我这一刀切下去 切到的就是π 的话 那就有一点悲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一刀切下去切到π 然后呢 π的左边的所有的 有理数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正常的几何 π的右边 也就是比π大的 所有的有理数 也是一个正常的几何 而一旦 我们选的是 比π小和比π大 作为这样的一个分化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A和B中 都不存在几值 也就是 A不存在最大值 B也不存在最小值 OK 这个有一点点绕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这是最后一步 大家这个想清楚 以后就一码平穿了 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来做一个 理想的观察 假设我真的就切到π π我们都知道 是3.1415926一直下去 5358 一直下去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真的切到π 在B中有没有最小值呢 不 A中有没有最大值呢 我们来看一看 并不存在最大值 为什么 因为3.1作为有理数 对不对 它是十分之三十一 它可能在A中 那么3.14呢 也在A中 然后呢 3.14159 也在A中 OK 那就一直下去 其实你能够不断的趋近π 你可以距离它任意近 因为你用到的是 十分位 百分位 千分位 甚至百万分位 亿万分位等等 一直下去 但是你永远接近不到π 永远接近不到π 那么我在π 和你上一次接近的过程中 我中间又可以 按插一个有理数 因为我们知道 有理数是 无限可分的 对不对 就是它的间隔可以任意小 只要你那个分母足够大 你的那个 接月的量就任意小 因此 如果你真的切到π的话 也是这个分化切到π A中是没有最小值的 那同样的道理 那A中是没有最大值 同样的道理 B中也没有最小值 因此 就确实会出现 第三种分化的情况 就是 A中不存在 最大值 且 且B中 不存在最小值 好 那么时数就出来了 有同学会说 怎么出来 我怎么没看出来 实数的定义呢 好像看起来不像是传统的 那种数学概念定义 No 其实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发现 当切到1和切到2的时候 它们一定是 切到了某一个 断裂的点 对不对 它要么属于A 要么属于B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断裂点 因为我们是拿实数来切 又切到一个具体的 拿有理数来切 同时又切到一个具体的有理数 因此那个断裂点一定是有理数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把1和2这两种情况 都把它叫做 有理分化 因为它一定是 首先它是由一个分化来产生的 那么这个分化 一定切到一个具体的有理数 那我们把这个分化 就叫做有理分化 因为事实上 未来可以对应一个有理数 切中那个点就叫有理数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就很奇怪哦 你A中又没有最大值 B中又没有最小值 那其实 意味着你真实的一刀切下去 其实是切到了一个无理数 只是那时候 你没有无理数 你叫不出来而已 但是事实上 你是切到无理数 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命名成 无理分化 因为它对应的是 无理数 我有非常多值钱 鑫 鑫 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